自来水公司普里云运站内 有一座年约三四十年之久的蓄水塔 多年来因为风吹雨淋 导致水塔表面长满青苔 加上水塔周边被民众占用 致使环境战乱不堪 为了改善周遭生活环境并美化社区 普里镇北安里长位置中 日前也曾经立委马文君 以及仙院吴国商服务处 希望自来水公司能够编列预算 将水塔彩绘并改善周遭环境 这个水塔已经过十年了 在这个北安 年久失效 所以在感觉上 在外观上非常无功 经过立办公所 马力委和五国称议员 来关心 希望可以水公司来编列预算 来把水塔可以来采费 让附近的机缘看起来 这个地方可以更清静更阔伐 也可以成立一个 北安的一个新的地标 先议员吴国商表示 此移蓄水塔经过岁月的冲刷 外表已经非常的老旧 经过向自来水公司 普里云印在反应之后 水公司也云诺会编列预算改善 也期待水塔与周遭环境整顿之后 能够成为普里另一个热门的新地标 北安理的理议员为市长来认证 他认识说我们这个水塔 如果没有来给米花 来给彩绘 感觉说 经关真的不要 买在经济中 冠金来蒸出经费 来给市县 来让我们民众 有泛染疫情 有这么过的 有真的好的米感 所以今天来这些费盖料 应该的经费如果 然后很快就会来完成 我们北安水塔美化 和力化 以及彩绘 技术 一位一体 来给我们民众 来感觉说 我们有这个进步了 副议长潘玉全 感谢自来水公司 普里营运所 能够听取意见 改善水塔周遭环境 也取取水公司彩绘图样 能够参考普里在地的特色为素材 让这座四十多年的水塔 成为普里的新特色 记者陈伟一 普里正采访报导